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由刘石匠夫妇如何询问 他绝口不提自己叫什么 也不说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更加让人料想不到的是 仅仅几天之后 他竟趁着刘石匠夫妇外出 自己跑到村头河边 一头扎进河中寻死而去 刘石匠夫妇年近半百而无有子嗣 虽将其收留 取名刘一贞 刘一贞自小在刘石匠手中长大 别的本事没学会 小时候便跟着父亲打下手 将石匠手艺尽数掌握 过去的石匠手艺 不单纯只雕刻一类 粗重一些的 比如气石墙打石井 都会用到石匠 而刘石匠从小不识字 太高级的雕刻也做不了 一直干的都是粗活 收留刘一贞的时候 刘石匠夫妇已经年近半百 他十八岁时 母亲先病亡 父亲撑着一口气 用多毕生积攒下来的钱 给他娶了妻子李氏 刘一贞虽不是刘石匠亲生 但多年养育 刘石匠夫妇对其倾注了全部心血 早就跟亲生儿子无异 见儿子成家 刘石匠提着的劲头落下 身体上的各种毛病变出来了 父亲一生操劳 如今病痛缠身 刘一贞不忍心让父亲再干活 便让父亲安心在家中休息 他对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很清楚 村中人也知道他来立奇特 如今他长大了 为人孝顺 村中人都夸刘石匠好运气 活了半辈子 养下刘一贞这么个儿子 还知道感恩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这一日傍晚 刘一贞下宫回来 顾不上休息便匆匆去邻村 邻村有个寡居多年的阿婆马氏 马氏年迈 丈夫多年前病亡 只剩下马氏一个人 前几天刘一贞去给人干活 路过马氏家门前 见马氏眼面垂泪 因为家中火炕通烟的地方 被老鼠破坏 眼见天就要冷了 他正在发愁 刘一贞心中顿时不忍 虽每天下宫后 去马氏家中帮他干活 他觉得自己年轻 多干这点活也累不着 等火炕给收拾完 再帮马氏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下 一路赶到马氏家里 发现马氏家多了个中年人 此人生得倒也相貌堂堂 只是一双眼睛不直视人 咕噜噜乱转 让人看着不细 见他到来 马氏拉着他热情介绍 这个中年人是马氏的娘家侄子 名叫马德彪 在距离此处极远的 一户园外家里做工 今天路过这里 顺便看望一下自己 刘亦珍跟马德彪打过招呼后 便开始忙活 但越干越是不得尽 因为他感觉马德彪 一直在打量自己 可当他抬头看马德彪 此人又转头看向别处 显得极为诡异 这位流石匠 家住哪里啊 什么村的 马德彪开口问刘亦珍 刘亦珍不喜欢这个人 转念一想 此人是马氏的侄子 自己太过冷淡也不好 便随口敷衍 马德彪脸上全是惊奇 不过被他刻意掩饰着 见刘亦珍忙得不停 且爱搭不理 他便说自己还有事 先走了 一直到此人离开 刘亦珍方才觉得自在了一些 跟马氏话也多了起来 从马氏嘴里 刘亦珍了解到 他的这个娘家侄子 马德彪 可不是什么好相遇的人 马氏丈夫早亡 只剩下他一个人 娘家侄子从来不曾跟他亲近 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么无助 刘亦珍心中欺然 憨厚劝说了马氏几句 手上的活不停 眨眼间已经天黑 马氏要留他吃饭 他婉言拒绝 马氏生活困苦 自己岂能让人家破费 见他执意要走 马氏不再抢留 但要送他一条黑狗 黑狗是马氏所养的大黑狗所生 他跟大黑狗相依为命 家里生活困顿 大黑狗也是尝试鸡一顿饱一顿 可狗不嫌家贫 一直为马氏看家护院 一年前 大黑狗产仔 可能是吃得不好 产下四只小狗 只有一只成活 马氏舍不得送人 一直养着 可两条狗的吃食 他负担不起 因为小黑狗也已经长大 见刘亦珍是好人 他决定将小黑狗送给刘亦珍 刘亦珍明白 这是马氏最朴素的感谢 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带回家中 也能看家 所以便爽快搭应下来 马氏非常高兴 将黑狗换来 让他跟刘亦珍走 家中的李氏见他去帮忙 回来带着一条黑狗 不由得有些吃惊 他将事情原由说了一下 李氏释然 也不反对 准备拿条绳子 把黑狗给拴起来 刘亦珍不让 这狗看着温顺 何必拴他呢 就让他跟着自己跑动吧 经常去上宫 就当是在路上有个伴 两口子正在说话 父亲从外出背着手回来 刘亦珍如今不干活了 整天闲得难受 这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溜大了一圈 刘亦珍赶紧笑着给父亲搬来板凳 待父亲坐下后 郑宇说一下黑狗的来历 刘亦珍却一脸愁容掀开了口 亦珍啊 我且问你 你最近在外面可有得罪别人 刘亦珍一愣 不明白父亲为何说这样的话 他摇头表示没有 刘石匠叹了口气 为父当然是相信你的 你从小便让人放心 只是 李氏和刘亦珍都听出父亲话里有话 便追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 刘石匠外出溜达 跟人说闲话时听到 有人打听刘亦珍 刘亦珍听了后哑然失笑 爹 孩儿是石匠 平时人家有活了便会来找 有人打听 估计是想让孩儿去干活 爹为什么要担心呢 刘石匠却摇头说道 如果是来找你干活 用得着打听你是不是亲生的吗 刘亦珍听得一愣 转头和妻子面面相去 有人打听自己 还打听自己是不是刘石匠亲生的 这就不是找人干活那么简单了 不过 他不想让父亲担心 另外他也自认为 自己没有得罪过人 所以便笑着劝父亲不用想太多 李氏趁机端来饭菜 一家人吃饭休息 次日 刘亦珍早早起来 带着狗一起去上宫 下宫后又去马氏家里 听马氏说 他侄子马德彪昨天并没有离开 半夜又来了家里 住了半晚上 到天蒙蒙亮时 方才匆匆离去 他对此并没有在意 如此一个月后 马氏家中的火也被他全部干活 不仅仅是盘了火炕 连带着火炉 烟囱 屋子 全都被他收拾得妥当 要哥正常出宫 宫前需要一大笔 可他都是免费的 马氏感激之情无法言表 硬要他留下吃中午饭 他当然不是图钱 假如图钱 他便不会帮马氏 就是看马氏孤苦可怜 他坚决不让马氏 给自己做什么饭菜 这对马氏来说是负担 好不容易挣脱回到家中 发现家里有人在等 对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据此人说 他叫张有志 他家距离此处十屋里 姐姐远嫁 家中只有他一个人 年近四十尚未娶妻 现在有人给说了门亲事 由于姐姐嫁得好 所以给自己新盖了一处院子 想在院子中挖一口井 闻听张一珍手艺精湛且干活认真 所以便找了过来 刘一珍听得为难 同时心里也非常奇怪 找石匠挖井当然并不稀奇 因为这些井边挖 需要用石头给扎住 他也的确给人挖过井 但张家距离此处有十屋里 那边的瓦匠和石匠也有不少 他们为何要舍尽求远 仅仅是因为自己手艺精湛 他觉得这有些扯 因为手艺精湛的工匠有不少 实在没必要跑这么远找自己来 另外就是石屋里有些远 加上挖井的活需要时间也不短 家中父亲年迈 他不想跑那么远 可又不忍心直接拒绝 人家毕竟这么远来了 见他犹豫 张有志笑了笑 说可以多出钱 务必请他过去 既然对方都这样说了 他不好再拒绝 便点头同意 时间刚刚到下午 说动便动 他带上自己的工具跟张有志出发 临走时 妻子李氏交代 石屋里说近不近 说远也不是太远 还是可以时不时回来一次 另外 他还可以带着黑狗一起去 他点头同意 带着黑狗跟着张有志而去 刚出发没多久 遇到马氏在路边捡食柴河 黑狗欢快跑过去跟马氏撒娇 刘一真也跑了过去 边帮马氏将柴捆好 边说自己要去给人家挖紧 他捆好柴 发现马氏在盯着张有志看 他换着黑狗便欲再走 可马氏却一把拉住了他小声说道 要不然就别去了 刘一真苦笑 马婆婆 我都答应人家了 再说人家给的钱也多 用不了多久 马氏文言 认真想了一阵后又说道 出门干活 而且还是挖紧 可一定要小心 真要有事应付不了 黑狗可以带你传信 他点头表示认同 随着张有志再次出发 到了地方后 才发觉张有志的确没有说谎 也不知道人家姐姐 嫁了个什么样的人家 竟然给弟弟盖了 如此好的一处宅子 高门大院 挖井的地方在后院 平常人家吃水用水 多是村里 甚至是几个村 共用一口井 这些井无一例外全是旱井 人工挖城 周边用砖扎石 平时需要去井边将井水挤出来 用扁蛋和木桶挑回家中 或吃或用 特别耗费时间 而一些有钱的人家 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挖口井 用水更加方便 这张有志家盖得这么好 配套的井自然要有 一般在家中挖井 大多会用石头扎起来 更加结实和耐用 仔细看了看后院的地形 刘一真感觉这井不难挖 下面碎尸极少 这活不难干 他当下便应允了下来 只是此处离家有十屋里 每天回家不方便 他需要住在这里 主家不但要管吃 还要管住 张有志一口答应 就在后院一间屋子里 给他安排了住的地方 让他择日开工 刘一真原本就是勤快人 并不想耽误时间 安置好后便进入了上工状态 张有志则开始向后院里运送石头 这是一处新院子 而且还没有正式完工 所以张有志和家人并没有住在这里 整个院子空荡荡的 特别是后院 就只有刘一真一个人和那条黑狗 刘一真干活认真 而且心思细腻 黑狗跟着他而来 算是和他作伴 这黑狗性子好 轻易不会下口 但不时有送石头的人过来 不能跟在家那边似的 任由他乱跑 让黑狗游住性子跑 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 被一些当地的偷鸡摸狗之背 给捉住吃掉 到时候自己哭都没有地方哭去 另一种就是他如果发起狂来 咬到别人 自己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出于这些考虑 他还是跟张有志要了一根绳子 将黑狗摔了起来 黑狗倒是温顺 任由他摆布 不觉 他已经来到此处三天 地下也被他挖出了个两尺深的方坑 并不是他技术不行 也不是他偷懒速度慢 而是最难的时候便是开始 把地方选好 开好了头 后面便顺理成章 但就在这三天时间里 他发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看到有个富人 数次在窥视自己 据张有志所说 他和家人都还没有搬来 人家也已经全部将石头送来 除了他和黑狗 平时根本没有别人 就算是有别人 也该是张有志 为何会是个富人 退一步来说 假如此富人是张有志的妻子 或者是他的家人 这里原本就是他的家 为何要偷偷摸摸 大大方方出来 看看井蛙的怎么样了 这也说得过去 这般偷窥 明显不对劲 可是 就算给刘一真十颗脑袋 他也想不明白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猫腻 第四天下午 他刚从地下探出头来 发觉富人趴在前院和后院交接住 探着个脑袋向这边看 见他露头 富人赶紧将脑袋缩了回去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发作 而是不动声色 到了第二天中午 当富人脑袋刚探出来 他突然从一边闪身出来 直勾勾盯着这个富人看 富人见他并没有在坑中 而是突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不由地吓了一跳 呆呆地看着他 刘一贞仔细打量此富人 大概四十多岁 穿着滑跪 明显不是普通的富人 她数次偷偷摸摸 看自己干活干什么 这样频繁窥视 让人不得不怀疑 她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 见富人有些惊慌 她皱眉问道 夫人这是在看什么 富人手足无措 正无言以对食 张友志出现了 她一脸笑容 声称这就是自己的姐姐 院子是她出前所见 她十分上心 且娘家现在只剩下她这个弟弟 姐姐对院子认真 明显是担心这口井蛙不好 所以才会想过来看看 不过 姐姐怕羞 所以没有直接过去 只是在此处观察 这个解释明显有些牵强 不过刘一贞没有在纠缠 因为她是在人家家里 是被雇佣而来 对方已经给出解释 她在纠缠不清 只怕会闹得不愉快 虽然不再纠缠 可她心里感觉不舒服 此妇人穿着不错 但行为鬼鬼祟祟 这里面透着诡异 张友志说妇人是她姐姐的事 刘一真是相信的 因为兄妹二人长得 还是有相似之处 她翻来覆去的想 也想不明白 妇人和张友志会有什么图谋 她只是个普通的石匠 人家能图自己什么 罢了 赶紧将井挖好 结算工钱后离开 相信此后也再不会跟着对兄妹打交道 夜深时 她又突然想到了马氏的话 她和张友志来时 马氏无意中看到了张友志 她的表情很奇怪 难道她认识张友志 还有 她为什么要说让自己小心的话 四日天亮 她注意观察了一下 再没有见到妇人窥视 不仅如此 连着十天 她都没有再见到过妇人 她甚至觉得自己当初是想多了 也许人家真的只是关心挖井进度呢 如今井已经挖下去近两丈深 估计快见沙层了 她务必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因为见沙层时是最危险的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塌陷事件 被活活埋在沙层里的挖井人不是没有 一旦发生就是悲剧 第十一天晚上 张友志让人送来的饭有些馊了 不过刘一真不挑 本来就是受苦人 但晚上她肚子疼得不行 开始频繁跑厕所 连跑三次 正在她感觉肚子稍微舒服些时 突然听到前院里有人在窃窃私语 听声音 好像有一个女人 由于之前被妇人窥视过 她对此十分敏感 且此时已经是半夜 为何会有人说话 她捏手捏脚过去 就听一个声音说道 此时先不要着急 我们计划的不是到沙层吗 怕什么 外面有咱们的人 她逃不掉 就怕她会察觉 我看这小子面向老实 其实十分机灵 刘一真听得骇然 因为这两个声音她全认识 一个属于张友志 另一个则属于马氏的弟弟马德彪 她怎么会跟张友志在一起 这小子来就来了 还带着一条狗 动手时 那条黑狗一定要先收拾了 否则怕会麻烦 这是张友志的姐姐在说话 三个人竟然半夜在此密谋 而密谋的对象明显就是自己 刘一真听得震惊 也不敢声张 悄悄回了自己的屋子 再睡不着 她不明白这三人为何要针对自己 但既然他们这样做 肯定有理由 此时自己想逃 怕也是不能 得想个办法出来 一直到了天亮 她找到张友志 说自己出来时间已经不短 想回家看看 张友志马上拒绝 说挖井要紧 等完工再回家不迟 刘一真没有坚持 回到后院便放开了黑狗 在黑狗脑袋上拍了几下 黑狗窜出院子离去 她则带着东西下到井中开始干活 黑狗三天后回转 刘一真三天没停歇 甚至是晚上也没有休息 一直在干活 见黑狗回来 她没有再拴 而是让黑狗握在原来的绳子处 自己先爬上墙头看了一下 然后又去找了张友志 说已经挖到沙层 张友志文言大喜 让她抓紧赶工 不要耽误时间 刘一真想了一下后说道 既然你这么着急 我想今天晚上不休息接着赶 出来这么多天 也想家了 早完工早回去 张友志有些意外 同时非常高兴 拍声表示赞同 说自己还有要紧事去办 说完匆匆离去 吃过晚饭后 刘一真咬着灯下倒井中 片刻后 上面的黑狗突然开始狂吠 接着便有人出现驱赶黑狗 黑狗被赶跑 张友志和马德彪还有妇人 全都站在了井边 看到下面有模糊的亮光 妇人摆手 两人马上开始搬起石头向下砸 沉重的石头被投入井中 井中的亮光马上熄灭 接着他们开始撬洞上面 已经砌好的石头 石头被撬落向井中 连带着井壁也一并塌陷 将井完全掩埋 张友志和马德彪对视 然后哈哈大笑 特别是张友志 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姐 看把你愁的 这不是很容易吗 万万没想到 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 这小子竟然真活着 幸好被德彪发现 要不然我们会前功尽弃 妇人此时也松了一口气 棱静说道 此处不用掩埋 对外说挖井出了意外 陪他家里一些钱 千万不要吝啬 以免横生之劫 老爷此生 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 也永远不会知道 他的这个儿子死在了此处 三人越说越得意识 惊讶发现院子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非常亮 转头一看 墙头上有火把 还有不少人探着脑袋 向里面看 三个人惊骇万分 不明白墙头上的人 是何时出现的 人们纷纷从墙外跳了过来 妇人和张友志他们 顿时明白糟糕了 不由地开始颤抖 院门处也开始出现人 为首的是马士 后面跟着刘义珍的妻子李氏 他身边还有个中年人 中年人神态严肃 焦急在人群中张望 妇人看到这个中年人 顿时露出绝望神色 嘴里喃喃说道 老爷 你怎么来了 中年人根本不理妇人 还是在人群中张望 李氏也十分焦急 因为他在群中 没有看到自己的丈夫 便开始叫喊 夫君 夫君 刘义珍住的房间门突然被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人 不是刘义珍是谁 张友志和妇人十分吃惊 他不是该在井里吗 什么时候到了屋中 中年人过来拉住了刘义珍 仔细辨认后 全身不住颤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 这中年人是刘义珍的亲生父亲秦元外 而妇人则是他现在的妻子 当年 秦元外原配妻子去世 准备续弦 有媒婆给说了个女人 便是眼前的妇人张氏 但那个时候 秦元外却看上了另一个女人 并且已经致使对方怀孕 得到此消息的张氏和弟弟 为了入主秦家 便对此女人下了黑手 可怜的女人带着身孕逃走 在一个雨夜逃到了刘石匠家 并且分娩生下了刘义珍 女人感觉自己再也回不到秦家 定是秦元外负了心 所以才知使人害自己 万念俱灰之下 他投何自尽 刘义珍从此跟着刘石匠长大 也许是坏事做尽 张氏成功嫁给了秦元外 但却没有孩子 马德彪当年就跟张友之士朋友 当年的事他也有参与 事成后 他跟着进入秦家 他去姑姑马氏家里 意外看到了刘义珍 他一眼便发现刘义珍长相 和秦元外相似 由此开始怀疑 并且开始打听 这就是刘石匠 为何会听说有人打听刘义珍的原因 刘义珍的身世 在他们那边人尽皆知 马德彪很容易就打听了出来 他赶紧回去告诉了张友之和他姐姐 姐弟两个文言简直都惊呆了 赶紧想办法 最终决定要害了刘义珍 马德彪在老家这边盖了新房子 他们决定拿这个做文章 刘义珍既然是个实将 那么让他来挖井 挖好后将他闷在井里 谁也不知道 就这样张友之找来了刘义珍 却在来的路上巧遇马仕 马仕见过张友之 他和自己侄子在一起过 而且侄子一直打听刘义珍 马仕便起了疑心 告诫刘义珍要小心 真有事 让黑狗来报信 刘义珍走后 马仕越想便越觉得可疑 去刘义珍家问了刘义珍身上 有没有什么秘密 得知刘义珍的身世后 他就让刘义珍的妻子李氏 去了秦园外家 将这件可疑的事告诉了秦园外 自己侄子在秦园外家混饭 马仕自然是知道地方的 秦园外不敢相信 自己有个儿子漂流在外 可当年那个消失的女人 的确怀着他的孩子 将信将疑之下 他跟着李氏去见马仕 恰好黑狗被刘义珍放开 到了马仕家里 马仕让秦园外找来人 一起去了张友志家 刘义珍在黑狗报信的三天中 没有闲着 对方的深夜密谋 使他感觉到了危险 他用三天三夜 在井中挖了一条 通向自己睡觉房间的地道 见黑狗回来 他爬上墙头 看到马仕已经带人前来 他就找到张友志 说挖到了沙层 目的是引张友志他们动手 张友志果然上当 赶紧通知了马德彪和姐姐 准备下黑手 刘义珍下到井中 并且将灯放在井下 然后便钻进了通道中 爬到了自己休息的屋子中 看着张友志他们向下投石头 并且将紧翘塌陷 张友志和姐姐以为大功告成 得意洋洋 却把实情给说了出来 被埋伏着的那些人听了个清楚 事情到此 真相大白 张友志和姐姐 以及马德彪尽被带走 秦元外失而复得 平白得了个儿子 当下便要让刘义珍跟自己走 可是刘义珍没有答应 这边还有刘石将 那虽然不是他亲生父亲 可养于自己多年 如今年迈 他岂能奔着富贵而抛弃 秦元外想了个两全其美之法 让他带着刘石将一起回家 刘义珍最终同意 不过还带上了马仕 马仕孤苦 并且帮了自己 以后他要养着马仕 此后半年 经过他和妻子的撮合 马仕和刘石将共同生活 互相照顾 而刘义珍慢慢接手秦家生意 开始奔向了美好的幸福生活 各位看官 刘义珍命运多串 他本应生在富贵人家 从小含着蜜糖长大 但因为张氏兄妹从中是坏 导致他刚出生便失去了母亲 幸得刘石将夫妇照顾 这才顺利长大 长大后的他虽然贫穷 但却正直孝顺 看到马仕孤苦 便用空闲的时候帮马仕 也因此引来了祸端 被马德认出 同时也因此得福 找到了亲生父亲 这一切戏剧性吗 人们说无巧不成书 其实哪里有那么多巧合 如果他不帮马仕 后面的所有事都不会有 所以这不是巧合 而是善良带来的水到渠成 再看张氏姐弟 当年作恶逼死刘亦真生母 得知刘亦真活着 他们悍然使寂 欲要除之而后快 其料人算不如天算 姐弟二人自认为高明 却将自己折了进去 这同样不是巧合 不过是作恶后的就由自取罢了 您觉得呢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